都看科学杂刊 海洋中到底隐藏了多少秘密 我们也许永远也探索不完 但其中的一些发现 就足以让人们感到兴奋 今天我要为你分享几个 在海底发现的奇怪事物 让我们先来看看 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图像 这个巨大的机械般的东西 究竟是什么 它看起来像火箭发动机的一部分 或是一个巨大的排气管 它看起来确实是人造的 因为它好像是一种金属结构 但由于上面覆盖了大量的苔藓 这使得科学界依然有点费解 如果它确实是 帮助过太空船登上月球的火箭零件 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 但有些人却认为 这是从一部电影中的场景拍摄到的 但相信要不了多久 我们就能够找到答案 下一个我们要讲的东西 足以引起大多数人的好奇心 泰坦尼克号 在1912年进行处女航 却成为了最著名和最悲惨的船难之一 那么泰坦尼克号最终到底沉默在哪呢 我们都知道 它的沉默是因为撞上冰山导致的 直到1985年 它的确切位置才被人们实际发现 它已经分裂成两部分 但当它被正式发现 且进行被部分解体时 人们才发现真相远没有我们想象的 这表明那次事件 远比我们最初想象的要激烈得多 探险家们还在船内 发现了一些有重要价值的物品 像这枚18克拉的黄金和钻石花边戒指 以及这枚乡有钻石的金丝带凶针 关于埃及大金丝塔 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许多的知识 但实际上还有另一个金丝塔 在海洋下面 1995年 一名潜水员在冲绳海岸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诡异地点 当时潜水员在一个巨大的水下城市中 发现了一个看起来像水下金字塔的东西 他大吃一惊 又有点害怕 最后决定上岸将这件事告诉相关研究人员 后来人们才知道 这里藏着的正是一堆被淹没的石头结构 而且最上面的顶端呈现着90度的夹角 它的整体形状就犹如一座金字塔一般 还有人说 这个发现是对亚特兰蒂斯存在的证据 科学家们不相信它总是在水下 人们一致认为 这座古城曾经在陆地上繁荣昌盛 但它可能在2000年前被地震击沉了 想象一下 一条在海底流动的河流 这听起来有点奇怪 不过地球上确实存在这个神奇的地方 2016年 利兹大学的一个研究小组曾在黑海工作 他们发现了一股沿着海底流动的奇怪水流 科学家们使用水下机器人 发现了这条河流在海床上 留下的一条深达35米的通道 后来科学家们才发现 这个神秘的水下河流 实际上并不算是一条真正的河流 这是由于流动的海水密度不统一而形成的 最后要介绍的 也许是这里最独特的水下建筑 不管你信不信 你都可以亲眼看到 这些雕像有着特别的形状 有些雕像像是有人坐在沙发上 还有一些人像貌似在仰望天空 还有一些人像互相围成一个圈 不过在许多的雕像上面 我们都能明显看出是现代科技的场合 但不幸的是 这里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尽管这里的东西可能很奇怪 也很奇妙 但它们实际上是 坎坤附近一个博物馆的一部分 好了 本期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 对你来说 其中哪一个最突出呢 请在下方的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感谢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